又是夜幕降临了 现在该干嘛 自然是吃啊 现在我来到了赤峰街 这里有很多漂亮的小店 然后这都不关键 因为我要找的是美食 前方有一个美食 队伍排的特别巧 我要去排队了 看到这个人潮了没有 马上咱们要排进去 猛吃一顿 这家店就是这么豪横 这个广告牌都没有啊 排队排了大概现在15分钟了 才看到这个店的样子 店很小啊 只有三张小桌子 然后这边可以点餐 老板在里面坐啊 生意特别好 看后面这个队伍特别馋 哎呀我看着他们吃我都饿 应该是很好吃 没错吧 这个上面呢有汤 汤是40 然后排骨饭120 牛肉会饭120 这边还有菜 就是他可以给你炒菜吃 偷学老板的技术 把老板炒那个 老板炒菜 哇朋友们终于拿到了啊 我等了只足足半个小时 腰酸背痛退抽筋 由于他的店太小 没有地方吃 我们找外面坐一下啊 觉得这个公园的长椅就不错 你们觉得呢 哎吧前面这个地方啊 哎呦吹着小风是老感觉好辣 哇朋友们各就各位啊 我已就位 但是由于我是一个人 一个人啊 一个手拿着手机 所以必须把饭放在凳子上 给你们拍啊 他这个饭上白菜上 给你撒了他的那个酱汁 太好吃了 排骨汁 哇 哎太香了 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了 绝对不是玩的啊 嗯 太香了朋友们 看这个大鸡蛋啊 这么大 哇 哇 我跟你讲这个鸡蛋什么口感 看我嘴尾哦 全是油 全是油 特别香的那种 好像咱们自己在家 你煎鸡蛋 你煎不出这种效果 哇 不是说咱们不舍得放油啊 他可能这个油里有什么高科技 我指的是秘方啊 特别香 哇 这一口下去 不得了 不得了 嗯 他配一点米饭 啊 简直的朋友们 我跟你说 尽管他们家店小 没地方做 这都没关系啊 我们不回家吃也没事 我们在外面吃 照样特别好吃 特别香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鸡扒有多大 哇 真的看看 真材实料啊 这么大一块 比我手掌还大 重中之重的排骨 我咬下来一块给你们尝一尝啊 一秒变神仙 啊 我可以说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 太好吃了 这个酱 它的酱汁啊 我跟你说 进入到每一丝那个肉丝里 就那么香 哇 不得了不得了 这家店要如果开在新加坡啊 我估计那一队能排至少两个小时 因为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朋友特别爱吃美食 特别爱排长 对越长越排 刚才这家店已经排队时间挺长的了 因为我刚才看 应该是两夫妻在做 老板自己在炒 然后老婆这边打包 或者是让你给你给你送 但你在店里吃 但店里确实地方太小了 但是真的好吃啊 朋友们 今天这个对排的虽然 超过30分钟 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值 必须 必须 抱赞 推荐给你们 这家店 还有一点啊 朋友们 刚才老板问我要不要辣椒 我说要 他家的辣椒也是秘制的 你们一定 要一点辣椒 如果你能吃辣的可以多一点 它的辣椒特别的香 哇 神配方 哎 朋友们 这吃完了 太香了 哇塞 吃都吃了半个多小时 因为排骨嘛 慢慢吃那个香气 哎呀 真的不得了 然后呢 我刚才看了一眼啊 给你们看地址 看谷歌地图的地址 然后你知道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 所以我又继续给你们拍 咱们讲呢 谷歌地图上评分3.7 我记得之前推荐了一个美食啊 有一个朋友就说 他们家的评分不高啊 这个就有意思了 为什么啊 首先 我觉得 有可能是同行恶意区 给他评价的 你也知道谷歌地图上随便评嘛 对不对 你吃不吃也可以评价 是吧 因为他们家生意太好了 而且就什么呢 刚才我给大家也录了 全都是本地人 打包回去吃 不好吃 谁买去排队半小时 站到腿 算有病吗 对不对 台北这么多美食啊 这么多家餐厅 你看这后面全都是餐厅 去谁家不行 还有的做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啊 有时候也不能光相信那个评分 你们得相信我啊 所以说你们啊 我把地址给你们了 如果你们来这个持风街这边玩 一定一定的来这家店 平常这个排骨饭 太好吃啦 太好吃了